不知道为什么 吕布这个英雄 只要你隔一段时间不玩 那么偶尔呢 你就会想着玩上那么一把 这局虽然对面有马可不适合拿吕布 但是吕布却很克制孙侧和招军 所以锁了 吕布啊 说来话长 在没有黄刀吕布的时候 他这个英雄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选出来克制对面很肉的阵容 有了黄刀吕布之后 吕布的强度就好多了 在对抗路撑得上T1 但是后来二技能不造成伤害了 黄刀吕布又废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闪现吕布 就连所罗门都开始玩闪现吕布了 虽然现在都是闪现吕布 但是却比以前的闪现吕布强太多了 首先是大刀加伤害了 其次就是装备的调整 有破魔刀加新版藏球 真就是又肉伤害又高 就说这么多吧 再说感觉都要跑题了 竹创迷文等我放在视频最后 尊策没看见我进场 他将抢二 这波咱们都直接拿他一起 一技能先挂一刀 他抢二咱们就追随A 真是伤害他顶不住的 一技能好了再挂一刀 这个时候他二技也不用怕 再录就行 一技能好了就得死 奶奶的结果我想死个闪现 再加上他二技能有减速没批到 导致还是被迫交了伞 奶奶的士子还是不能胎 胎就容易出事 吕布是整个王者里面出了名的呆 特别容易被封着 因此想玩还有吕布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拉扯 这波顺测的这个走位应该是想抢二 那咱们也抢二 因为打他的话他倒是搞不好 我就被一套秒了 这孙侧挺聪明的 直接轻贴到四吧 用一技能轻贴上次 我要打招不怕的 打不过还能跑 赵国军也来了 没事能打 只要不被动 再批一刀 只要被动了 大招躲掉 可以看到这个孙侧也很聪明 特意留意躲大 那咱们先拉扯 七盾一技能再批一刀 继续拉扯的那地 一技能好了 今天距离挂一刀 再七盾 现在他两个已经打不过我了 一技能好了 孙侧就得死 可惜被减速了 A不当的一下 赵国军交闪 是因为不知道我没闪 以为我要一闪 但是总体下来这波是很赚的 一打二还差点重视两个 这就是拉扯的力量 这波孙侧开门带着刘备 我大招要好了 不怕 一技能先附魔 一技能是不会被打断的 紧接着西盾大招 一技能再挂一刀 昨天都交了 但是我都没死 而且我技能又好了 这波他们要炸 提个盾 过来再砍一刀 要不是孙侧给了这个一 我下一个一好了 就能劈死刘备了 孙侧并没有立马回家 他想吃吃薄冰 然而我大招好了 这波有机外单杀 一技能先附魔 一技能先附魔 一技能 一技能先到了 直接跳打 落地一刀 一技能再来一刀 直接单杀 孙侧就不来了 但是我想强三 他想利用防御塔 补伤害一套带走我 这一条防御塔 一技能附魔 他大撞了 可以继续打 一刀一技能 极限距离后 别一了 一刀 他C定好了 小凡打 可西依我大好了 西盾跳打 落地一刀 再接一刀才走 这个分策其实挺强的 在这个分段 很多地方都做得挺好的 但是由于我出的双护轴 他根本打不动我 再加上实力上的压制吧 毕竟我是一个2500分的选手 他所有强法刚一产生 我就知道 他输就输在 倒霉碰到了一个 炸鱼的选手 本来没发现有人打来 结果看到这个攻击特效 西盾先附魔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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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一刀 咱先到了 跳打 一个大产 直接拿下 这波其实他不用死的 死就死在他太犹豫了 又想跑 又想A我 导致他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这可能就是 段位差距产生的原因吧 他不会伤伤害 我的视频吧 我不建议那种 已经有水平的人看 因为如果你用旅步 上个一万五战利 你会觉得我操作什么的 都很一般 但是如果是初学者 或者玩其他路的 我说的东西 就比较受用了 这波刘备可以杀 不着急 然后大招直接封走位 再批到两个皮铁拿下 这版本的吕布 我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玩的 因为蛮强的 但是如果你玩了 觉得他不强 只能说明一个 你对这个英雄的理解 还不够 需要多练 有苍穹 碰不到这个新版装备的红帝 这将打扫 350%的额外一滴加成 吕布 非常值得你入手 我也想到吕布的战利 但是这个月过年嘛 那就来年再冲吧 可以一波的 但是我想杀个孙秘玩玩 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学玩 不然万一每一波 第二倍对问候 可别怪我啊 我敢这样打 是因为五拍的是我的通讯 打下 哦对了 出装米原封章